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? 跟着News ABC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, everyone! 那你知道法国有五名环保又热爱旅游的人 只用一艘帆船就可以环游世界 特别的是这五个人生活在船上 完全不用担心粮食不够 因为他们不仅自己种菜 还在船上养鸡跟鸭 六月的时候还停靠在台湾 接了名法国人上船一起前往日本 体验极其环保的永续生活 那这五个去旅行的人说啊 这趟旅行让他们体验到 怎么在海上过着极简的生活 他们也希望回到台湾的时候 可以这样子永续发展 把环保的体验推广给更多人 那我们就借由这篇新闻 来学一些英文单字吧 第一个单字是 自己自足的环保旅游 环保的英文是 Eco-friendl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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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urism must try to be eco-friendly 这句话的中文是 旅游业必须尽力做到环保 Tourism must try to be eco-friendly 下一个单字是 旅游的英文是 Trave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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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可以借由这个单字造个例子 We like to travel in the autumn When there are a few tourists When there are a few tourists 这句话的中文是 我们喜欢在秋天旅游 因为游客比较少 We like to travel in the autumn When there are fewer tourists 最后一个单字是 低碳的帆船旅游 帆船的英文是 Boa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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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后这个单字我们可以造个例句 Are you traveling by boat or by air? 这句话的中文意思是 你要乘船 还是搭乘飞机旅行呢? Are you traveling by boat or by air? 那以上的英文单字 你们都学会了吗?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本单元由高雄广播电台 与文藻万语大学传播艺术系 文藻网路电台合作直播 谢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